台南南西是台湾山亚灾情民族最大的地区 不过因为地形关系 加上这几年企业影响 常常出现缺水的状况 自行农民关系上的困料 在委屈各国文情绪 農业保抑中在南西区几位整体关系系统 受伸由旧行地区作为室船区 以着备合孤行当头电列 期待带动双区的農业发展 台南西南西区是台湾山亚灾情区域 不过这几年因为企业影响 造成当地灌溉水源不稳定 今年初甚至是出现六百多天没落后 严重影响与生长 为了農业组农民 李维贵国文业继续来清楚 针对台南双区灌溉系统 进行整体的困难 因为我们双区的地形关系 让水都没得到流 我们的委员在年车也有办法做困难 来了解我们地方的诉求 我们这几年来 我们的农民朋友都知道 这个气候的问题非常严重 因为造型这边的坡度 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也不是非常适合 来进行龙堂龙皮的开挖 每一个地方的地理位置 跟条件不同 所以说我们认为这边 比较适合做一个灌溉系统 水塔的这种示范区 所以选择到造型这边 那后续如果其他的地区 有适合作为灌溉示范区的话 我们也会持续推动 那最主要是符合整个农业部 现在在推动的 扩大灌区的一个政策 那山区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 所以说我们是多管齐驾 除了今天的一个示范区之外 还有包括龙堂龙皮的开挖 还有包括水塔 以及智慧灌溉水管的一个推动 这都持续我们在进行当中 基础的灌溉系统 是范区经理南西区的交行里 建议三个小水地和三个出水点 二十八和最后基盘当土电磊 整天临终共来的区域 完整以后 将能把各地的水源集中起来 让整个山区在无法的时候 也能有稳定的灌溉 今天我们在这边虽然是A区的 有1500吨的这样的一个工程来做 明年六月就会完工 那接下来南西还有几个地方 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吨的这一种 比较属于中小型的这种细水池 那等于三万多的这一种容量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小水库 这个我想这个未来这个台湾 遇到这样子极端气候的这个 我们更应该去把这个水的资源 要有效的利用 让水流在我们的大地 农业部新的出水息息 重新为大南山区第一个 更大关系的西方区 对河水无缘的问题 到三个品质和三量都在地改善 未来的地霜建立霜水地和关楼 提供友善的农业环境 记者设摩阅郭博英 南西区长报道